哈喽大家好,我是口哲文 这期视频我们来学习编织这一款阿富汗针法勾织而成的立体装饰花朵 线材我们使用的是苏苏姐家的五股金苏棉线 勾针我们使用的是一个2.5的勾针 下面我们来开始编织 我们左手持线,将线在我们的中指上绕一圈 接着我们勾针穿入线圈将线带出 勾一个锁针作为起立针 接着我们勾针继续穿入到起始线圈入针 依次勾织八个短针 我们八个短针编织完成之后收紧线圈 接着我们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接着我们勾一个锁针 继续穿入到我们的起始线圈,也就是中间这个位置 依次勾织八个短针 我们八个短针编织完成之后 直接引拔在第一针的一个针目上面 引拔完成之后我们勾一个锁针 然后断线 接着我们把这个花心给它整理一下 像这样子 这样我们的一个花心就编织完成了 我们把引拔的这个线头给它藏好 把多余的线头给它剪掉 我们花心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编织它的一个花瓣部分 花瓣的话我们使用的是一个阿富汗的针法 勾针从我们的韧翼针目入针 我们将线带出 带出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勾织八个锁针 我们八个锁针编织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返回到倒数第一个里删除 入针 依次 将线带出 带出七次 带出完成之后 我们勾针上总共是有八个线圈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依次 两两退线 推到勾针上只剩余三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勾针绕线 一次性带出线圈 这样我们花瓣的第一排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排 勾针从我们的侧边 第三根竖线开始 这里是我们的第一根 第一根 这里是第二根 这里是我们的第三根 然后我们从这个竖线里面入针 后面依次挑它的竖线 带出 我们所有的竖线带出完成之后 勾针上是有六个线圈 接着我们在它侧边的 这样的一个V字 也就是我们侧边的这个 针目 入针 然后再给它带出一下 带出完成之后 我们勾针上七个线圈 接着我们勾针绕线 一次两两退线 退到勾针上 只剩余三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勾针绕线 一次性 带出所有的线圈 这样我们第二排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三排 勾针从我们的第三个竖线 入针 依次将线带出 竖线带线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在侧边的一个 V字帧目上面 入针 将线带出 带出完成之后 我们勾针上是有六个线圈的 接着我们一次两两退线 退到勾针上 只剩余三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勾针绕线 一次性带过所有线圈 这样我们第三排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四排 接着我们勾针继续从侧边的第三根线开始挑 挑出完成之后 我们再在侧边挑一针 这个时候我们勾针上是有五个线圈的 接着勾针 依次两两退线 退到勾针上 只剩余三个线圈的时候 一次性带出 这样我们第四排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五排 勾针从我们侧边的第三根竖线 入针 依次带线 带出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再在侧边带一根 这样我们勾针上 带出完成之后 我们勾针上四个线圈 接着勾针 依次两两退线 退到勾针上剩余三个线圈的时候 我们再一次性带出 这样我们第五排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六排 勾针还是从我们的第三条竖线 也就是这一条竖线里面入针 将线带出 带出完成之后 侧边再带出一针 此时我们勾针上是三个线圈 我们勾针绕线 一次性带过三个线圈 这样我们第六排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七排 勾针直接从我们侧边的 这个V字带目带出 带出完成之后 我们勾针上两个线圈 一次性带出 这样我们整个花瓣的一个主体 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返回到花心上面 然后再第一个针目入针 也就是我们起始的同一个针目 入针 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我们这样的一个花瓣就编织完成了 接着我们来编织第二个 勾针直接从下一个针目入针 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接着我们来勾织八个锁针 然后继织返回到第一个锁针处入针 然后依次挑线 和我们第一个花瓣的编织方法相同 大家按照第一个花瓣的一个编织规律 进行编织 总共是编织八个花瓣 这里就不再做详细的演示了 我们最后一个花瓣编织完成之后 直接在我们第一个花瓣的入针的位置 引拔 引拔完成之后 我们再勾一个锁针断线 接着我们把这个线头给它藏好 这样我们立体的一个花朵就编织完成了 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